这局游戏真的好可惜,杀了15个敌人竟然没有吃鸡 最后遇到的那名敌人感觉好像有东西,不太干净的样子 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最后那门敌人的枪法正常不正常 不会是我眼拙看不出高手的操作吧 目前这个号的段位是荣耀皇冠5 号是公公在玩,我只是负责解说一下 这局游戏前面也打得特别精彩 公公的花样秀雷迹,让我看到眼花缭乱,直呼过瘾 就比如接下来这一幕,就让我感觉到玩得真大 这波跳雷顺爆,如果双手没配合好的话 死的就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了 敌人没被炸死,但被炸残 跳上来拿身体勾引 用P9轮腰射,把他收掉,三杀到手 又来人了 一颗滚地雷,自损八百,伤敌一千 敌人给机会了,腰杀拿下 这局游戏公公在太阳基地只拿到了四个人头 撞头戏全在后面 也就有两个人机在对打了 先用飞机压死一个再说 想压死人机的还不止公公一个 下面还有两辆车呢 跟着其中一辆跑车来到了房区 人在湄公楼里 公公又掏出了他的猪武器雷 第一颗手里没扎死 再来一颗 漂亮,守卫淘汰王,到手 看到没,前方楼顶有人 这名敌人特别难杀 用了好多招数,浪费了好多时间才把他弄死 一颗空中顺暴雷 不知道有没有炸到敌 同样操作,再来一颗 两颗守雷虽然都没有炸死敌人 但都应该抹到血量了 再来一颗跳雷空中头顶顺棒 让敌人躲无可躲 同样操作,再来一遍 兄弟们有在别的主播身上看到过这种雷迹吗 自己的扔雷思路有没有被打开 雷还可以这么玩 开枪射击的人不会在铁塔上吧 底下还有个枪声 人在哪里呢 铁塔上面的敌人暂时打不到 先打防具的敌人 这是人机 这里还有人 知道他的位置了 一颗反弹手勒 成功拿下 飞机快炸了,不能继续开,只能先来防具躲一下 看下个圈星怎么刷 来大仓,大仓再切 铁塔上好像是有人,但是打不到就很烦 哇,信号枪 直接发射 超级空头来了 还好没落房顶,看看里面有什么 100LG,100AMRG机枪 有脚步 不是这哥们啥意思 过来想抢空头吗 胆子好大 哎呦呦呦呦呦呦,失误了 想玩个花的 没想到竟然炸到了自己 雷不多了,直接掏枪吧 一局 两局 缩圈了 此地不再缺 飞机不能用 只能徒步进圈 刚好前面有个炮楼 炮楼没钱停了一辆轿车 说明炮楼里肯定是有人的 一楼看一下 没人 那么人在二楼 已经听到他的拉弦声了 他在封烟 一颗手雷没炸死 再来一颗 两颗手雷直接拿下 杀我没这么简单 好像也没这么难吧 把他补掉 还行 这人一直趴在烟尾弹里都没动 踩到他的位置了 鱼的同时查 还有最后的六名碟 公共不带圈 需要开车进圈 死了一名碟 还有五名碟 又死了一名圈外的敌人 还有四名碟 确定人在哪了 直接用PG灵把这个拿死盖的人给他解决掉 现在还有最后三名碟 他楼顶 楼顶射也好 蟒丢没炸到 动身进圈 把门关住 防止敌人灌雷 这敌人的铝热弹是从哪里挣进来的 从窗户挣进来的 可以听讲不 封开烟雾弹 利用烟雾把窗口堵住 不让敌人扔了一进来 没炸到 再来一颗 虽然很小 还要用手雷排点 而且刚才听到这里是有动静的 感觉哪里能藏人 就往哪里丢 二楼没有 那旁边的一楼呢 凤岩换个位置 漂亮 还有最后一个 哇 果然在里面 我说门怎么关着 这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注意看这个人啊 看他的枪法 贼猛 跳出来就是一枪 给弓弓压的不敢露头 只能回复一下状态 等第二波的战斗 状态不好 直接上 三发子弹 精准抱头 毫无换手能力 没得办法 说不上来 不知道是这个人运行好 还是他手脚不干净 很遗憾 杀了15个竟然没吃到鸡